各位委员,我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第十二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向大会报告工作,请于审议。 一、2016年工作回顾。 2016年是十三五发展的开局之年,也是市政协围绕主题、主轴主线,推动改革创新发展的重要一年。 一年来,在中共上海市委领导下,市政协全面贯彻中共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胸怀大局、情细民生, 注重时效、广泛团结各党派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 坚持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巩固共同思想政治基础的主轴, 围绕十三五规则实现实施建言县策工作主线, 落实市委抓推进抓落实补短板的要求,精心组织实施年度协商计划。 认真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职能, 统筹推进政协协商民主建设, 为上海实现十三五发展良好开局,贡献智慧和力量。 中共上海市委高度重视市政协工作, 市委常委会听取市政协党组工作汇报, 审议市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和年度协商计划, 市政协2016年度协商计划首次由市委、市政府、市政协三家办公厅联合印发, 并在本市主要媒体公布,市委、市政府、市两院领导同志出席市政协各类履职活动36次。 一年来,市政协常委会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大战略部署, 按照中共上海市委的工作要求,发挥特色优势, 积极地履职尽责,全年工作重点突出,富有成效。 一是,紧扣13.5规划实施协商议证, 全年组织开展学习考察170余次, 视察调研90余次,协商活动220余次, 报送调研报告21篇, 除市政协全体会议以外,788位委员,9900余人次参加各类履职活动, 占委员总数的96.1, 二是隆重举办本市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系列活动, 召开纪念大会, 举办国际学术研讨会和大型图片展等, 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继承和发扬孙中山先生的爱国思想, 革命意志和进取精神, 为上海创新发展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汇聚力量。 三是注重加强制度建设, 深入贯彻市委政协工作会议精神, 认真落实关于加强政协协商的制度安排, 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学习工作的意见, 制定年度协商计划办法, 提案办理的协商办法, 提案审查工作的细则, 委员履职工作规则, 反映社新民意工作条例等, 探索制定参与立法协商工作规程, 开展预算协商实施办法, 着力完善工作机制, 提高政协的工作科学化水平。 一,加强理论学习, 凝聚思想共识。 以学习贯彻中共十八届五中六中全会精神为重点, 深刻把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治国理政的新理念、 新思想、新战略, 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 牢固树立政治意识、 大局意识、核心意识、 看齐意识, 更加自觉地在思想上、 政治上、行动上, 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召开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专题通报会, 着力凝聚思想共识和价值理念的共识, 把学习贯彻中共中央重要会议精神与上海的实际结合起来, 深刻把握上海十三五发展的新形势、 新任务, 增强责任意识, 明确工作重点, 积极地主动贯彻落实中共上海市委的各项决策部署, 认真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对政协工作所提出的新思想新部署新要求, 围绕发挥协商民主重要渠道和专门协商机构的作用, 按照董政协会协商善意证的要求, 组织中心组学习, 举办两期委员专题学习研讨班, 举行系列委员学习报告会, 深化对政协协商民主建设的认识, 准确把握政协的性质定位, 努力以改革创新精神, 推进政协工作, 增强履职尽责的使命感, 举办系列通报会, 邀请市领导就全国宗教工作会议精神, 对台工作情况, 党风联政建设, 执行八项规定的精神, 长效机制, 基层党建工作等通报情况, 深入知情民政, 广泛的凝聚共识。